好同學我們來看一下第13題 他說假設ABC是任意的時數 那現在有這4塊根號加起來要求他最小值 問說這個時候 這個數對ABC等於多少 當然眼睛的同學可以觀察到 這4個根號裡面長的其實都是像距離公式的樣子 前面都是一個變數的平方 後面這個1可以看成1的平方 然後呢這個4呢就是2的平方 然後這個9呢是3的平方 那這個4呢是2的平方 那所以呢我們解這個方解這個 呃市值的最小值然後求他最小值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呢會想到 距離 我們想到距離想到 距離 那誰跟誰的距離呢這時候你要先把 相對應合理的點把它假設出來 所以呢同學 比如說我要造出第一個 這個A平方加1我最合理最簡單的一個想法呢 我們就是 假設呢 有一個點呢叫做圓點00 那這個D塊這一段根號A平方加1呢代表說 第一個點呢就是 00到A1 這兩點之間的距離喔 所以呢這就變成 所求這個D塊呢 就是 限段OA 限段OA 那同理呢接下來你要去往下推 因為 第二個 跟號裡面呢 也會跟這個變數A有關 所以你要造出 第二段這個距離公式喔 跟號 裡面兩個的平方合 所以呢我 第三個點呢你要造的 很明顯的是什麼 好首先呢 座標是B 那1 要去減掉誰呢 才會變成 2呢 好 同學這時候呢 我們就 呃 比較方便的假設是假設成3啦 因為1-3的平方 也就是剛好是2的平方等於4喔 所以呢 第二段這一段呢 其實呢 在我們這樣假設之下 就是限段AB了 OK 好那同理呢 接著你照這樣邏輯 繼續假設下一個點 C點 好就是小C 那為了呢 產生出 3的平方 所以呢我某個東西要-3 才會變成 變成3 所以呢第C這一點的Y座標 就是6 好在同理呢 珠這一點呢 ㄟ 珠這一點 看到沒有 這邊 x座標分是 C-10了喔 所以呢很明顯呢 我的x座標就是10 那Y座標變成4的話呢 好這時候呢 42的平方 所以呢 Y座標就是 升乘是8 好你一一去檢查一下 我們這樣子的假設呢 是否有問題 那我的索求呢 那我的索求呢 就變成線段OA 加上線段AB 加上線段BC 加上線段CD 之 最小值 所以呢 原本是一個 代數的問題 我們就經過呢 把它做一個點 座標跟距離公式的轉換之後 變成一個 集合的問題 那麼來稍微看一下 這5點的狀態 好這5點 我們從直角座標去看喔 首先 第一個點是原點喔 第二個呢 A1呢我只知道Y座標是1呢 可是呢 X座標不知道 變來變去喔 假設A是這樣 那同理呢 B3呢 Y的位置固定 再高一點點 C 是小C6 所以再高一點點 最後呢 D是固定的 D Z這一點 18 好這是固定 可以 好所以我要求的就是 這一段 加上這一段 再加上這一段 BC 再加上CD OK 好 在他們的 Y座標都不動的前提之下 而且呢 O點跟 珠點都固定的前提之下 好那 這些 ABCD 的這些點呢 他們 你可以把視為他們在 水平移動 然後這些點呢 都是在 水平移動 水平移動 OK 那動到什麼時候 會是有產生最小值呢 那我們合理的 可以看出來 就是剛好 動到 A 全部 跟 歐珠 貢獻 貢獻的時候 有沒有 全部都 動到 跟 線段 歐珠 或是直線歐珠 貢獻的時候 就會產生 最小值 喔 不然其他都會是 比較大 好 這邊 很明顯的 最小值呢 就會是 等於 歐珠 最小值 就是歐珠 OK 所以呢 我們這邊可以先直接 求出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 線段歐珠 就是 跟號 10的平方 再加上 8的平方 是跟號 164 跟號164 也就是 2跟號 41 好 所以這小值 2跟號41 我們可以先把它求出來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的 A點 座標跟B點座標 還有C點座標 要怎麼找呢 那很明顯你會發現了 因為 我們的 最小值 發生於 發 生 於 這個 O A B C D 是貢獻的時候 那這些點都貢獻的話 我們可以從斜率的角度去看 我們斜率是相等的 所以呢 我們的這些斜率呢 你會發現 其實都會是 歐珠的斜率 就是 5分之4 OK 那接著呢 我們就是 一一的把 ABC跟歐的斜率把它求出來 把它寫出來就可以 這個呢 是等於 A分之1 然後 A分之1呢 就是 OA的斜率 那其他呢 我們就有意思類推去寫 這個 B分之3 還有 C分之6 那分別代表的是 OB的斜率 跟 OC 的斜率 好最後呢 我們就可以求出 我的數對 ABC是等於多少 所以呢 這個數對呢 ABC 好你就可以求出來 分別是 4分之5啊 還有這個 4分之15 還有這個 4分之30 喔 也就是 2分之15啊 這個 答案 所以就是 4分之5 4分之15 跟 2分之15 好就這樣